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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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心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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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 作词 李宗盛 头顶 头顶着 在这里就惭愧 这个时候我读到 作词 李宗盛 学了就会有德行 大家记得吧 作词 李宗盛 不要说 李宗盛 然后走 李宗盛 你看看 我说 李宗盛 真的真的 自己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这个轻人 这种破烂程序我们玩的是百丸不腻 所以我们在舞台上是智慧的圣地 我们用智慧去关照 你说要老祖先走去极乐世界 你自己不去 实际上你心结不开 他心结就不开 你知道吗 是连着的 他是连着的 我超度了很多祖先 有跟他们交谈过 交谈 有的祖先上来是有抱怨子女 所以他们也不看我 忘掉我了 也有抱怨 但是他们抱怨了之后 他马上又替子女说情 马上替子女说情 就是能够护短你知道吗 护短 一边知道子女这个不孝 一边马上又护他们这个短 我讲这个我们在座能体验吗 父母亲对孩子们没有太高的要求 但是 总的来说 一上来都是讲子女 大多数是讲子女的不孝 还有一小部分是讲述对子女的思念和牵挂 总的来说 对父母死了 他回过头来讲 他的心里还是把子女放在第一位的 不管是埋怨你 还是牵挂你 实际上 父母的心里面 永远把孩子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在座的 做父母的 你心里面孩子是不是第一位的呀 多少人来供灾 就说我替我儿子供的 我替我女儿供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算了 都是替子女的 所以中国人说 一百岁的父母啊 对八十岁的孩子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我还被感动啊 你说她是鬼吧 她是鬼了 但是她的情感呢 实际上这个情感 就是佛菩萨的情感 佛菩萨有修行 能够有能力 也就源于对众生的这份情感 而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佛陀说 比喻啊 他说 我对众生如我独子 罗后罗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作为解脱的代表 我们心结 能打开 心开一结的话 你的祖先 哇 那简直就是莲花满地 全顾开放 我们的心灵状态 将决定了我们身后面 数也数不清的众生 我们今天特别法会的 这个心态很好很好 我们那个后面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得法意 所以我们就看自己的心 就看自己的心 然后你身后的那所有的众生的业 也会呈现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要克服一点 克服我今天为什么 我心情比较郁闷呢 我这不高呢 然后我这个甚至 我今天生命力 怎么觉得特别 好像虚脱一样的呢 好像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呢 然后师父只要一讲话 我就要打瞌睡呢 就代表你这个背后啊 那个科幻电影说 这个脑机接口啊 人的后面有个脑机 不用那个的 不用接口的 我们这个人大脑 本来就是练通的 本来就是练通的 所以这个人 你看那个后脑勺啊 后脑勺 这很奇妙的 那个脑中的那个松果体 既呛前 眉心这里 也往后 那个风池 两个当中 那个地方啊 也是很奇特的 那个技工活佛 那边没红 后脑勺一拍 就有神通了 然后民间有说法 做噩梦的时候 做了噩梦 如果不想做 起来对着枕头 吹口气 你那个噩梦 就不会再继续了 我教你们一招啊 所以这个后脑勺 你别看啊 沾着枕头 还有得加持 有时候也是 那个加持瓶啊 什么 你看 我有时候喜欢 把加持瓶放在枕头 睡觉的时候 你头碰到枕头啊 然后这个加持瓶 也可以加持到大脑 加持到通过大脑 然后 还有这个佛珠也是 你手里面 只要拿着佛珠 你手接触的佛珠 这个因为是佛珠啊 佛珠的这个信息量 它因为一直 在佛门里 你看 从佛陀到历代祖师 历代高僧 大家都拿着的呀 所以你拿着佛珠好了 它就会带着你 往高处走的呀 你手摸着它 你跨在脖子里 贴着身体 你套在胳膊上 都会净化我们的血液 气脉 神经 业力场 发现有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人 如果被附体了之后啊 他那个鬼 他就怕这些 他马上就把全部都摘掉 放掉 不要 离那个远远的 眼睛红红的 我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他还是怕的 你们怕不怕鬼呀 怕不怕呀 我告诉你们个秘密 鬼怕你们 你觉得人怕鬼 鬼还怕人呢 特别你有信仰的 哇 那还了得了 所以我们 有信仰的啊 你哪怕拿着一个佛珠 或者戴着一个护身符 你的护身符里面 比如说比较有加持的 实际上我们出家人的衣服 特别是加沙啊 所以我们去每次去朝圣啊 比较殊胜的那些佛像 比如说去印度 印度菩提加也的 那尊佛像 正觉塔里的佛像 比如说 在拉萨 觉卧佛 是我们文称公主 从大唐 那时候运到西藏去的 那尊佛 她穿过的袈裟 在缅甸也有 缅甸也有一尊佛像 也号称是跟那个一样的 是佛陀亲自加持过的 这殊胜的佛像 身上披过的袈裟 实际上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出家人穿过的袈裟 就有加持力的 在地藏十轮经里就讲到 如果我们得到出家人 披过的袈裟的布的话 在身上带着 种种的这些鬼 他都不敢靠近 不仅仅不能害你 甚至公敬你会 你老远很多一群鬼 在给你磕头 原来你带着圣物 三宝物 所以像我们恭敬供养三宝 恭敬供养僧宝 这个僧宝是住持三宝的 三宝住不住室 在不在世间 主要就是看僧宝 所以我们如果恭敬僧宝 就会得到法宝和佛宝的加持 然后就会得到 叫满愿的 就这样的殊胜的国报 今天我们在第二金刚座 大圣舞台山 文书大师座下 世家佛陀面前 学山式诸佛 离城而成道 学历代祖司 不然世间之夜缘 一个人能降服自己的心魔 自得天魔外道 亦能拱手归正 出家之人 能出烦恼家 出迷惑颠倒的家 出三界的家 能够回归自己清净的 本心之家 能追随诸佛菩萨的 正法之家 能回归诸佛菩萨 清净的 极乐之家 自利利他之德 可以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所以当佛陀 他融入在法界 全平的状态 佛陀那个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低 他跟宇宙是等量的 量周杀界 杀那个是沉杀的世界 威 就是说 广大的 无边无际的世界 佛的身体是 量周杀界 曾经 映现到我们地球来 视线八项成道 那就知道了 我们佛教属于什么文明 是不是地球文明 是不是宇宙文明 是地球上最高的文明 而且也是宇宙中最高的文明 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是星际大移民 我们今年刚发了一个卫星 奔向了什么火星是吧 还是金星 现在正在路上跑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要不要这么笨拙 然后听一听 我先去加点油 要不要 不需要的 去极乐世界 不要加油 也不用充电 就只要念一个简单的 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是不是越高级的越简单 你要知道 这宇宙里越是高级的 就是越简单 所以这一句 简单的阿弥陀佛佛号 高级到只有佛和佛 才能解释得清楚 这个大家听得懂吧 那你想看 多少高大上了 对不对 多少高大上啊 那我们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就可以心计大移民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法会 就把我们的老祖先 全部心计移民 移民到了极乐世界 你说我看不见 这看不见 你要看见了 还移民不了了呢 因为你只要看见的 都是低级的 你只要看见的 都是不咋地的 是不是 你那肉眼 你太爱把你的肉眼 看得太重了吧 你那肉眼 自己分析分析看 那肉眼 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频率 哎 有的说是400纳米到700纳米 有的说是500纳米到700纳米 就那一点点 就那一点点平谱 哎 稍微正确一点的 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只看到错误 所以我们被自己的业力欺骗了 为什么是苦啊 人魂为什么苦啊 因为首先你想活个真实 哪里有真实呢 你现在看那个太阳光 那八分钟前发出的 当你看到又过去了 你就看不到当下时 你看到都是过去式 你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吗 你真看不到 你只看到一个影子 还是错误错误错误之后的影子 好几层错误之后的影子 你根本碰不到正确 哪有正确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叫色运 是在这个色运里面 我们不接住佛的智慧 你都超越不了当下的色运啊 色运是从愚昧里来的 你有愚昧就有色运 你看到智慧色运根本不存在 这是相对的 你说的有吗 因为你笨蛋 所以他有 你要有智慧他没有 所以佛教才是和平的呀 佛教不是征服别人的 佛教要超越自己呀 看到自己的狭隘 看到自己的错误 然后怎么开显我们的智慧 请问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佛性啊 有没有佛性啊 我们的佛性是不是圆满的呀 理论上说是圆满的呀 但是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 我们知道我们有佛性吗 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 我们知道我们佛性圆满吗 如果不是佛陀来教导 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恢复圆满吗 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佛性来受用呢 我们虽然有 但是因为迷的缘故 等于没有 我们虽然圆满的 佛性理论上是圆满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缘故 你不知道那个圆满的是你的佛性 所以我们不得受用 虽然我们的业 我们的种种的业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的 我们很真实的被锁链 但它锁着 所以轮回中很真实的痛苦 但对智者来看 请问我们所受的煎熬啊 包括地狱啊 每一层地狱啊 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呀 对于智者来看 它不是真实有啊 所以智者的智慧 可以变见十八层地狱 可以照见诸天天堂天王 他们的业 他们的受用 都可以变见 因为变见的缘故 所以有资格说有还是没有 所以有资格来度众生 如果佛的智慧没有变见 没有彻之这一切 你讲度众生那是骗人的呀 你不了解众生怎么度众生啊 你不知道众生的意义 是从哪来的 你怎么度众生啊 所以请问 我们三宝 我们的佛法身 是不是真实的呀 你就看 它对我们轮回描述的多透彻 你就知道 它有多少变造的智慧 你就可以推定 它有资格带领我出去 因为太熟悉了 它太熟悉了 它被我这个 我这个这个轮回的 我这个稀里糊涂的瞎眼 我都给它造一个轮回出来 你说别人能清清楚楚 看到来龙去脉的人 所以它要解码 不是很简单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现在轮回的出不去 因为我不了解轮回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 即普贤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 花莲中心 清明追思理主 起见礼拜梁黄宝产 点灯供水 护生药供即甘露诗时 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13年3月27日星期三 至3月31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 供奉福恩 2024聚花月 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百兆倍 佛宝节 庆祝祝释迷迷佛圣祷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经邀大德共襄盛举 欲佛祈福 金刚经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点 欲佛功德经 佛前大贡 下午一点半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法会备有寿陶面线 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 寻主的鹦鹉 儿女都在外地的老流 独自住在一个小镇里 虽然老伴早逝 儿女也不在身边 但她却丝毫没有感到孤独寂寞 因为她养了一只聪明的鹦鹉 老刘 老刘 浇水了 浇水了 你这个调皮蛋不是还有水吗 浇水 浇水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给你浇点 说着 她便给鹦鹉的水槽添了点水 鹦鹉立刻喝了几口 现在高兴了吧 你呀 极度心珍重 给花浇个水你也吃醋 吃醋 吃醋 行了 你别闹了 你真是个缠人精啊 缠人精 缠人精 我是缠人精 哈哈哈哈哈哈 正是这只聪明能言的鹦鹉 每天陪着老刘聊天打趣 才让他原本孤极的生活充满了欢乐 而老刘也把这只鹦鹉当成老伴一般疼爱照顾 小绿啊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平常你不是最喜欢来这里吗 鸟笼里的小绿不停地惊恐飞着叫着 表情很是恐慌 老刘四下看了看 发现有几只野猫惊慌地从旁边跑走 哎呀 你不会是害怕这些野猫吧 那好吧 我们回家 正当他们要离开时 一阵阵恐慌的猫叫声传来 小绿也发出声声的哀叫 别怕别怕 我在这儿呢 他们伤害不了你的 刘老伯 今天怎么才出来这么一下就急着要回家呢 别提了 你看 小绿刚才被几只野猫吓坏了 哎呀 我第一次看到小绿这么惶恐 那你赶快带他回家吧 不过今天真是挺奇怪的 镇上的猫狗都显得很反常 是的 刚刚突然窜出很多猫 而且跑得很慌忙 平时的确也很少见 好了好了 我这就带你回去的 不跟你聊了 我得赶快带他回家 好的 你快走吧 在自然界 动物们常常能感觉到危险 枪要降临 这次鹦鹉的反常举动也是如此 只是并没有引起老刘的警觉心 当天下午 一场地震发生了 啊 不好 是地震 不对 小绿还在房间里呢 说完 他急忙转身朝房间里跑去 此时 小绿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尖叫不停 一下子看到了跑进来的老刘 救我 救我 不怕不怕 我来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房子摇得更加剧烈了 房子终于承受不住 轰然倒塌 而老刘则用身体紧紧护住笼子里的小绿 小绿 不要怕 我在这里会保护你的 大家搜寻仔细一点 千万不能漏掉任何一位幸存者 此时废墟中 已经昏迷的老刘依旧紧紧地护住鸟笼 小绿则害怕地在里面飞来飞去 他歪着头 看了看昏迷的老刘 然后用嘴隔着鸟笼 不停地啄着他 可老刘却丝毫没有反应 这时候 小绿抬头看了看 夜里阳光透过缝隙照了进来 下面有人吗 这里有幸存者 快过来帮忙 好 我这就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救命啊 救命啊 这里下有人 大家快点过来帮忙 救援队员听到后 纷纷跑过来营救 在大家的努力下 老刘很快便被从废墟中救了出来 老伯 老伯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不好 他伤得很重 快 快拿担架过来 救援队员们七手八脚地 将老刘送上救护车后 小绿才发现废墟中 鸟笼里的鹦鹉 救命 救命啊 此时他才恍然大悟 便急忙将鸟笼 从废墟里拎了起来 哦 原来是你在说话 也多亏了你 否则我们也发现不了那位老伯 他觉得这只鹦鹉非常聪明 加上救援时也比较忙 没有留下老伯具体信息 于是便在救援任务结束后 将其带回了宿舍 然而被带到陌生地方的小绿 显得非常焦躁 不吃也不喝 拼命地在笼子里用头乱撞 小鹦鹉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老刘 老刘 你是想回到你主人的身边吗 是的 是的 天哪 你不会真的能听懂我的话吧 是的 是的 老刘 老刘 好吧 我答应你 我会把你送回家的 然而救援队距离地震发生的地方实在太远了 小智只能找同事想想办法 他们听完小智的话后 显得非常吃惊 这真是一只了不起的鹦鹉啊 不过我们即便将它送回去 也很难找到它的主人 没错 灾区的伤患都被分散安排到了不同地方的医院 我们去哪里找它的主人啊 我也知道这事很困难 可是我已经答应它了 我要是不答应它 它就自残 绝食 可是当时被送走的受伤灾民那么多 我们连它主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找起来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了 它的主人姓刘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它整天老刘老刘地叫着 所以我想它的主人一定是姓刘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家一家的联系 接受受伤灾民的医院 看看是否有养鹦鹉的老刘 有了这个讯息 这样就缩小范围 也许就好找许多的 嗯 也只能先这样了 然而 一周过去了 救援队员们还是没有找到老刘的下落 等待许久的鹦鹉 终于失去了耐心 它再一次疯狂地撞击着笼子 啊 你们看 小鹦鹉又开始自残了 怎么办 队长用一块黑绒布 将笼子严严实实地遮住 鹦鹉终于安静了下来 队长 你这招还真管用啊 这是一位养鸟的老人家叫我的 他说 鸟类在黑暗中会安静下来 不过总是这样也不行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 找到它的主人 我已经想好了 队长 我想跟你请个假 明天我就带着它去找它的主人 你有线索吗 你要带着它去哪里找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样 总得先行动起来 否则小鹦鹉会以为我是在骗它呢 明天我就带着它去 那些接受受伤灾命的医院 一家家地找找看 嗯 就这样 小智带着鹦鹉去寻找它的主人 然而一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有找到 它继续拎着鸟笼朝不远处的一家医院走去 小绿见到医院后再一次激动起来 老刘 老刘 你不要太激动了 你的主人不一定在那里啊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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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您好 这只鹦鹉是你的吗 不是的 它的主人是前一阵子那场地震的灾民 小智于是一五一十的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对方 那就对了 这只鹦鹉的主人老刘 我认识 我和他是邻居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走 你快带我去找刘老伯 唉 别提了 老刘的伤势很重 送到医院后一直没有醒过来 他的女儿已经将他转到大医院了 哦 难怪我们一直找不到他 原来是转院了 那你知道他转到哪家医院了吗 知道 来 我把地址给你 就这样 小智得到老刘的地址后 便带着鹦鹉赶到了那所医院 并顺利找到老刘的女儿 医生说 我爸爸已经没有大碍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却一直没有醒过来 既然医生说没事了 那肯定就没问题 你放心 你爸爸应该很快就会醒来的 希望如此 说着 他们走进病房 小绿一眼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刘 顿时显得非常激动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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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爸的手好像动了耶 他不会是听到了小鹦鹉的喊声 有反应了吧 说完 他急忙将鸟笼放在了病床旁边的床头柜上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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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要说救你命的人 应该是你的这只鹦鹉才对 如果不是他在废墟里 不停地喊着救命 我们很可能就错过你了 谢谢你小绿 你也是我的救命